吉他 我今天的这位朋友呢 他一直留着非常保守的长发 也因为这样呢 对这个造型产生了厌倦感 他和他的朋友要庆祝第七年 在一起了 所以他想要给他男朋友一个惊喜 请敬请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偷偷的告诉你 一个好看的发型 不只能找到真爱 还能更牢固的抓住自己爱的人的心 你相信吗 不管你信不信 待会我们一起来见证 现场同样的有两位美女 我们欢迎我们的佩诗 还有我们的Judy from Backstage Salon 那我们先从佩诗开始 你这位朋友她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 我这位朋友呢 她的造型就是非常邻家女孩 很保守的一个发型 你觉得很闷是不是 对 我觉得她自己也是有点闷了 为什么她其实 邻家女孩有时候也挺好的 为什么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在她身上 是让她有那种想改变的冲动 因为她最近 要跟她男朋友庆祝七年在一起 七年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的天哪 七年之痒 对 所以她想要给她男朋友一个惊喜 每一段感情在第七年的时候 其实都是最难维持的 对 那你有想要她改造成怎么样的一个造型吗 我觉得她自己本身想要 就是想要创新 就是想要有一个新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好耶 我觉得她可以转一个非常鲜艳的发型也是 就整个改造成不一样的一个 所以你想要让她有很特别很特别不一样的就是 对 形象的就是变换就对了 对 可是我觉得她还是可以保留她那种 邻家美眉啊 就是一种漂亮大发有气质那种感觉 比她说很高 因为还是要有一点Feminine 因为她是要给男朋友惊喜嘛 对不对 男孩子都喜欢这种Feminine 所以简单来说你想要她有很大的惊喜 但是你又想要她保留她原本的那个味道 对啊 好难喔 所以我就找了Judy吧 好难喔 那我们为了Judy 她这样的要求 你觉得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挑战 当你看到 其实我非常喜欢大的挑战 好 越大挑战我越喜欢 我知道你行的 所以 所以你觉得你当下看到她的时候 你对她有什么样的想法 当我看到她的时候 她给我的感觉她很漂亮很青春 而且她的可说性很高 喔 所以那一秒钟呢 我的头脑已经有很多发型在我的头脑里面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ABC到Z 你已经有你的想法了 对 这就是身为一个造型师的那个头脑是不是 那你跟我分享一下 你原本是第一眼看下去的那个感觉 原本要把它弄成一个怎么样 因为她我们听那个佩士说 她是很邻家女孩 她真的有那么邻家吗 也属于邻家 也属于邻家 当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原本是想把它改造一个很短的发型 但是她的要求就是 我不想太男性化的发型 所以我就选择一个比较肩膀的 她也告诉我她想要什么 她不喜欢什么 所以从那边我就再慢慢把它调整到她喜欢的那 对她舒适的那个发型 舒适的那个发型 对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这位邻家女孩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改造我的头发 原因是因为我跟我的男朋友的年纪 要来了 所以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因为自从我们在一起过后 我都是留这样的长头发 所以我想不同的顾 对 如果你要很新的看法的话 你剪这样的话 你的改变不是很大的 它只是稍微短一点 对 有没有考虑要把它剪短一点 或者是很短的 不要啦 太短了这个 好 如果你不舒服的话 我再跟你设计另外一个发型 可以 先告诉你我看到你的脸型 你的优点跟你的缺点 可以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很多缺点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的脸型可能会有一点点肉肉 你的额头可能就会低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发型的重点 就放在前面 就是给你比较前面的厚度会比较长 可以 比较重 那就把你的脸看起来比较修长 所以我的想法是 假如你可以接受这个长度的话 你还可以吗 这个啊 可以啊 可以 这个长度你还可以 好 那我们的改变就会比较多 然后我们就换了一个颜色 可以 好 把整个颜色给换掉 今天我们做一个大改变 好 好 你通常多久去剪你的头发 其实好像每半年 半年啊 会不会太久 半年很久 很久 一般上就是两到三个月啦 因为你的发型就是直直长长 所以你没有去发现你的头发已经很长了 坏掉了 对 其实我头发是属于那种油性的对吗 不是 不是啊 是因为你处理的方式不是很对 那该怎么处理 就是假如长头发的话 我们新加坡是属于比较 对 所以最好的就是每天洗头 有没有做到 有耶 我每天有洗头 然后呢 你洗的时候就要洗得比较彻底 因为你洗头发 我可以感觉到你洗得不够彻底 再加上你洗了头 你没有弄干 你没有弄干你的头发 对不对 对对对 你就不管它了 所以它里面会分泌很多油脂 就是因为你们要把它弄干 可是很重要的 你洗完头你要把它拔干 ok 现在我们做颜色 ok 先做highlight highlight ok 来 现在我们的highlight完成了 我要帮你上颜色 ok 好 你会不会很期待 什么颜色呢 会 因为我帮你选 我没告诉你了 对 因为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一个惊喜 好 我期待你的惊喜 我是帮你选pasta的系列 ok pasta系列会不会适合我 会啊 因为pasta是比较年轻的 它的颜色呢 现在是实际上比较流行的 而它不会太夸张的 对 现在粉红色比较流行 对 它的粉红或者是它的蓝 它的灰色都是很淡的 不像以前蓝色 你可以直接看到蓝色 对 或者青色你直接看到青色 这个是不会 它是比较粉色的 Jody 其实我有打蓝球的时候 哦 ok 这个颜色的保护 跟那个发型 是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的 是一个低保护的 你看你头发现在 又比较轻了 对 你要绑也容易 要洗也容易 颜色方面也不会很容易退 有一些颜色呢 嗯 假如你做太多灰色的话 你就会保护很高 你就要一直 它的颜色就比较容易退 而今天我没有给你做很多灰色 嗯 因为你要绑也保护 所以你不用担心在这方面 会有麻烦 好 谢谢 你可以尽量做你的移动 我现在此时时刻的心情是很期待的 因为其实刚刚Jody那个理发师 她有给我看我的那个髮型 我觉得其实我还不错 还蛮不错 蛮适合短发的 跟我之前的那个相比之下 我更喜欢她现在帮我剪的头发 而且呢 这个颜色 我也不知道 我不晓得是什么 我是心想啦 可能是粉红色 pink color 所以我很期待 因为我根本 都没有软过粉红色 对不起 谢谢大家 让我抓到 我真的覺得 Joven其實你的樣子就 原本就很漂亮啊 改造了這麼有型 從鄰家女孩到這個樣子 滿意嗎 覺得怎麼樣 我跟你講 剛才她出來的時候 突然間她就這樣 摸一下她的頭髮 然後就看到她的側面 我整個人心動耶 你有心動啊 真的假的 我真的心動 她男朋友怎麼能不心動耶 我真的 因為剛剛大家都說 你就是很鄰家女孩的那種形象 然後整個就是比較悶 但你現在我整個感覺 就是你超有型的 你喜歡你自己 這麼有型的形象嗎 我非常喜歡我 這麼有型的形象 我覺得Judy Starlist做得很好 因為她幫我設計我的髮色 還有頭髮的長度 都非常滿意 哇 那我們的髮型師Judy 其實你為什麼會想要把它改造成一個這樣的形象 因為我覺得挺特別的耶 因為她給我的感覺 她是挺有性格的 所以我就想用這個髮型把它的性格帶出來 那所以這個顏色是你為她精挑細選的 對…這個系列的顏色是現在非常流行的一個粉色系列 它不會太誇張而很有現代感 而且我覺得特別 對…而且我覺得有這個不規則的那個長度 對… 因為你看Bob通常都是很整齊 對… 但是我要她有一點點特別 因為她…我剛才所講她的性格 她有她自己的性格 對… 所以她可以帶這個髮型的 就是她裡面的那個頭髮的顏色 其實有好幾種是不是 對…我已經用了差不多有四到五種的顏色 真的嗎 她有深… 對…她有深淺度 對…比較有層次感 對…比較有層次感 因為她的頭髮本身是很重的…很長的 假如你用的比較少的顏色 比較重的顏色 她感覺是很厚重的 難怪你剪短了還是有那種飄逸感 對… 我也剪了…我也剪了很多層次在裡面 你看上去是一個Bob的顏色 其實裡面是有很多層次的 那你回到家的時候 你的男朋友有沒有哇…嚇一跳的那種感覺 有嗎 有啊… 應該有吧 就覺得這髮型為我們的生活 增加了一點情趣… 情趣… 而且Judy她之前…其實她五官也挺好看的 我已經覺得很好看 很漂亮的 對…她很美… 那其實她之前的頭髮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她之前的頭髮是很長很重的 整個感覺是垂下來的 所以我就想把她的那個重量拿走 剪短 給她比較有飄逸 當她頭髮沒有那麼厚重的時候 她的五官就會顯得比較突出 所以你把它這樣剪的話 就是可以讓她的五官更立體 而且我覺得這樣看好像臉有比較小一點 對…而且有這種飄逸感 然後她一直這樣… 就是會甩一甩自己的頭 你有沒有覺得現在好像比較容易 打理人的頭髮 是 我覺得打理方面 我也是…時間減短了許多 對… 因為她之前告訴我 她不喜歡花太多時間去整理她的頭髮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 這個髮型 其實她不太需要花太多時間了 對… 可能你現在十分鐘也出門了 那我覺得Judy 你真的花了好多心思在她身上 對… 你自己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我非常有滿足感 而且這個… 這個改造我覺得我非常滿意 哇…你看現在已經變得那麼漂亮 那麼有形了 所有的功勞都歸於我們Judy 感謝我們的Judy 所以我們屏幕前的觀眾朋友們 你們可以看到我們維持一段感情 不只可以從生活的小細節 還有外型上面去著手 我們花多一點心思呢 可以讓我們身邊的愛人啊朋友啊 更加的有愛 更加的會愛護我們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自己的外型啊 各方面啊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或者是會去恐懼 大家要勇於嘗試新的事物 一個好看的外型 她不只能改變自己的形象 搞不好也能改變你的人際關係 你覺得呢 她就是一個乖乖女 火器連你自己玩嗎 自己玩 她就跟我講 I want to change 這樣 不想像我媽媽的意思去做 我想做我自己 我覺得 我已經到了那個人生的階段了 我應該做自己的選擇